Hello,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讲了一下调 那么对节课我们更加来深入的讲一下调 那么调呢,它分大调和小调 也就是大调式和小调式 就更加的喜分了 那么同时,我们主要来讲大调 大调呢,它分三种 自然大调,和声大调,旋律大调 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把自然大调给弄透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后面的我们用的非常的少 少之又少,只是理解一下就行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C自然大调 C调,C自然大调 那么我们看一下 C自然大调肯定是以C开头嘛 所以我们把C当成第一个音 当成主音,主要的音 主音 以C为主音,往上数的一个音节 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 多尔米巴索拉西 七个基本音节 这就是C自然大调音节 这个应该大家上节课懂了 这节课应该就没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键盘 把C当成主音 往上数 就是C自然大调 就是这样的 白键 大家记住 白色键 多尔米巴索拉西 就是C自然大调 这个我们全中国都知道 多尔米巴索拉西 但是不知道它是C自然大调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自然大调的内部结构 所有自然大调 所有自然小调 它的内部结构 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C自然大调 跟D自然大调 它的内部的结构 性质是一样的 包括跟E自然大调 F自然大调 它的性质是一样的 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一级到二级之间 多到Ri之间 是一个全音 二级到三级之间 是一个全音 三级到四级之间 是一个半音 四级到五级之间 是一个全音 五级到六级之间 是一个全音 六级到七级之间 是一个全音 然后七级到高音多 它又是一个半音 所以它里面有两个半音 是米和发 西和多 大家记住 所有自然大调的 三级四级 七级和最后一个 是半音 其他的都是全音 你只要记住这个 如果说我们来 把这个全音全音半音 全音全音全音半音 这句话给记住 那所有自然大调 你就直接能推算出来 它的音阶是什么 比如我们把它简称吧 全音就称全 半音就称半 那么就是全全半 全全全半 把这句话记住 那么所有的调 基本上都记住了 那么我们只需要 因为调很多 那么多调 我们只需要把C大调 C自然大调 给弄熟就行了 其他的呢 我们可以去 我们懂了就好 去推 能推出来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 职业的学钢琴嘛 学乐器 所以没有必要的时候把 所有大调就是 弄得百分百精通 没有必要 比较浪费时间 再加上其他的实用性 也不是特别大 我们只需要了解 那么当我们知道了 自然大调的内部结构之后 我们要看一下 看一下键盘 比如说我把这个 G当成主音 当成一级音 我要你说出 G自然大调的音阶 那你就推嘛 鼠 多 来 秒 坐 来 系 多 来 咪 咪又发是半音 缩 拉 拉和系是全音 所以要生发 C 多 所以这样的 这就是 G自然大调的音阶 我们直接数多 来 秒 坐 来 系 或者我从 Ri 开始 把Ri 当成一级 当成多 就是 D自然大调 多 Ri Ri 到M 是一个全音 M M M 到发 缩 拉 拉到系 多 这就是D自然大调的音阶了 所以我们 调那么多 我们只需要记住 C自然大调 白键上面的 弄熟 其他招我们可以去推嘛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把那个 边区软件 大概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 我现在画了一个是 C自然大调的音阶 你看 好 多来 秒 坐 来 系 我们听一下 我们上节课不说了吗 这是C自然大调 我把它 整体移高到 D 音开始 从D音开始 说 那么它就是D自然大调 它的旋律没有发生变化 只是它音高发生的变化 那么我们把它第一个音 把它以E为多 数多 Rai Mi Fa So La C 那么它就是E自然大调 那么我们要是把它 升高到B 在B音上面 为第一个音 多 那么多 Rai Mi Fa So La C 我们听一下 它依然没有变 那么我们可以再来玩一个有趣的东西 那么我们这样 这样 拉 然后我们再到G 然后再到F 然后再到E 后来 那么我们一下子 画出来了这么多 首先这个是B自然大调 这个是A自然大调 这个是G自然大调 这个是F自然大调 这个是E自然大调 这个是D自然大调 那么我们听一下 它的旋律没有发生变化 只不过它的音高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 如果说 这个旋律是这样的 太高了 我唱不上去 我就把它降到B自然大调 降到A自然大调 假如我要是还唱不上去 我就把它降到G自然大调 也就是G调的 然后降到F调 降到E调 所以说我们那么多歌手 他去演出的时候 他会找一些懂音乐的人 说哎呀 我这首歌我唱不上去 你帮我降个调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 你只需要把自然 它叫的内部结构 也就是全音全音半音 全音全音全音半音 这个内部结构弄透 毕竟它自然大调 它有那么多调 有那么多 你不可能把每个调的音阶都记住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白件里面的 那么或者是有的时候 我们在音乐制作 在编曲的时候 比如 比如我之前我们那个天空之城 我们这个我把它 如果说它是这样 如果它这个是C调 如果它是D调的歌 但是我要是对D调又不熟 我要去编 其实不是很麻烦 那么我们可以在C调上面编 因为我们毕竟对C调比较熟悉 因为它又是同时都在白件上面 比较好理解 我们在C调上面编 编完之后 编完之后 我再把所有的乐器 我把它 升高两个音 升高到D音上去 它就变成了D调 我们还可以升得更高 所以大家看 不管怎么升 它的旋律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只是音高发生了变化 这其实就是调与调之间的关系 性质没变 只是音高发生了变化 所以大家之前把调都理解得太复杂了 那么当然我这种说的做法 是一个捷径 不是特别体仗 你要是能熟悉更多调的音阶 就更好了 我这只是一种捷径而已 仅供参考 好的 我们下节课来讲 和声大调和旋律